黑色農業不斷竄出 雪山隧道通車六年以來 發生最嚴重一次的火燒車意外 造成兩人死亡 25人輕重傷 而現在立委加碼再爆料 攸關人民的雪山隧道消防工程 高工局卻是委外 由這家位在苗栗的園藝公司 來承包 然後這家園藝公司 得票之後他去照顧他的所謂 消防智慧隊員 然後月薪兩萬多 我們到底是要請他來交花呢 還是要請他來救災 三個月才演習一次 而且是不同的單位 立委連番轟 質疑根本就是草菅人命 雪碎消防工程兩年前 以7300萬元發包給苗栗的 某間園藝公司 要處理的是災害發生時的 交通管制滅火救護以及疏導 不過並非消防本業 強調過程會不會有瑕疵 他不是經過很嚴格訓練的消防人 說不定他在救災方面 會有一些小小的瑕疵 那整體來講這個搶救 雖然這個事故 雖然有兩名民眾死亡 可是大致上講起來 這個是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說死傷的部分 能夠壓到最低 有民眾死亡 卻還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專業度夠不夠 飽受外界質疑 而高工局也表示 合約要到民國102年才期滿 才能夠重新招標 雪碎的消防工程 相關單位的態度似乎不夠嚴謹 中文報導 分隊長是我人笨還是怎麼樣 到雪山這一道的消防工作 交給園藝公司 這個怎麼make sense 其實你要我回答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因為這個問題 我記得當初開標 決標的時候 在北部的新聞就吵了很久 然後甚至我們消防的最高單位 也有人出來幫他們講話 那所以我也不便再質疑這個 那他的這一個開標 我也去問過交通部的這個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他們因為限於法規 他們不能設置消防能源 所以說他們只有委外 就剛才我題目講了 它裡面所有的消防機電設備 不讓我們消防隊檢查 那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要問我 我還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只能告訴你是說 他回答我今天有去問過 其實當初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很多人講 我說你有好多方法可以用 第一個你為什麼不用 平臨跟投誠的異銷 資深的異銷 然後轉路去做這方面 因為它地形地物都很好 那我知道曾經 這個應該被一個中央級 內政部級的一個消防單位的 一個也來幫他們講話 所以也是不了了之的 這個人後面也退休了 所以說我們不再談這個 所以你要問我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回答 因為 那你有知道 這後面有什麼內幕嗎 我不知道 那蔡惠惠惠兄 你們懷惠這個新聞有沒有印象 這個我剛也跟李教授請教過 因為這個雪山隧道要通車之前 這一塊就是非常 主持人你剛剛問的是消防人員 跟消防的這些設備 我看到是一塊餅 一塊餅 很多人想吃 其實這個高工局 它理論上 這個東西是不能委外的 這個東西怎麼可能BOT呢 雪山隧道跟這個國道5號 它是最危險的高速公路 也是最危險的隧道 那相對它的其他 我們剛剛講横坑倒坑那些 它的安全設計也是最好的 可是你這要 鍾伯尹那張借我一下 來來來 消防機車嗎 對對對 這個東西怎麼可以委外 你如果有去走雪山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入口那邊 因為雪山如果山段什麼 澎山那個不算 這個啊 摩托車就停在哪裡 摩托車就停在隧道口 所以大家可以看 這邊還有一張 這些人員啊 它應該是我們 剛剛這個王大哥提到說 頭城也好 平臨也好 我都沒印線 你要嘛就宜蘭那邊管一個 平臨這邊管一個 大家互相支援 你怎麼可以委外 你今天被民進黨立委踢爆說 你叫一個園藝公司去 園藝公司他會什麼呢 他會什麼 所以我覺得剛剛那個 那個記者會上面那幾個官員 我都很想打他們屁股 他說我們不是專業的消防人 所以我們的這個 救火會有一點瑕疵 我沒有辦法 允許你有一點瑕疵 我甚至於認為說 應該是新北市 因為我們台北市 跟新北市的消防局 裡面有特種消防隊 特收隊 你要叫最厲害的去啊 你怎麼可以叫有瑕疵的去呢 我剛剛不是前面講嗎 隧道救火誰會 沒有人會啊 沒有人救過啊 你說救什麼煮菜燒焦啦 什麼高樓什麼 也許還救過 你這個怎麼可能去委外 這個智慧隊我必須講 當初就應該有平臨或投誠的 這個消防隊 剛剛這個王大哥講說叫義肖 我是不贊成啊 義肖本來都有工作 你一定要專業的 警肖 警大畢業的 有專業消防訓練的 有執照的什麼 你才能去嘛 那義肖幫忙什麼 這個我當然是歡迎 可是你怎麼可以在這麼危險的隧道 叫三個 我們剛剛畫面的 上個騎摩摩托過去嗎 這個其實有問題 因為主持人你剛剛讓我們講的 聽那個錄音喔 那我補充一下 一分鐘他就管播 這是對的 可是同樣的那個 抱怨的人講說 我打了六通電話就一個人接啊 他們早上有承認 你們沒撿到這個話 他說我們人力不足啊 一看通來我再接一通而已 另外五通打去都沒有人接啊 他就跟你講說行控中心人力不足 我怎麼可以 所以主持人我的結論是這樣 什麼錢都可以省 這種錢不能省 那權序部 你剛剛我們新聞講 102年之後才重新招標 102年啊 那我們這一年 跑血稅怎麼辦就大家碰運氣 不行 應該是馬上 這個就是果斷的 馬上就跟原藝公司說再見 我跟妳解約嘛 妳這什麼水準來救災呢 然後請投誠跟這個平臨的 趕快注點進去 這樣才會有安全 我覺得我們有關單位大部分都是 有死人才會注意這個事情嘛 有死人才會注意嘛 事實上這個消防的這種小組是什麼 是女兒呢 是休假喔 不是一般你說還有男生啊 騎摩托可以飛快 不是女兒 哪有我們講 剛剛你阿虎的水啦 阿虎的水你救火啦 你說太離不如啦 所以高宮崎對這個東西 還要給我們推託 到102年重新招標 無關事 這個時候應該要重新趕快弄 否則不知道死多少人 好 鍾伯 我們還是重申回到前面 這次是禮拜一嘛對不對 對 然後距離入口 出口還剩兩公里 很算進了 我們下次來 在中間 不要下次你在說什麼 我說演習啦 演習 演習 在6.45公里處 然後呢 那個煙 我們不要用那個真的很傷害 我們用乾冰好不好 乾冰假裝一下 乾冰這樣 然後我們開始測驗 圓翼部隊 什麼時候會到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疏散大家 你做一個真的演習嘛 是不是 如果他過關 你要繼續用 你要用 你是要他去滅花的火 還是滅什麼的火 隨便我都認了 但是這一次的確就像 剛剛我們來賓所提到的 有人現場這個目擊者說 連他們都說 這是要怎麼救 這要怎麼救 那我們還要討論什麼 而且老師啊 這個圓翼公司還是說 他們生意派罪啊 沒有生意 所以他才去上網投標 這已經跟專業不專業 有沒有關係了 老師你不是講說隧道火警 是最難最難的火警嗎 需要最專業的人 所以我現在再講一個 我再爆料一個 我們為什麼成立消防署 本來消防是警察體系裡面 為什麼要那個消防署分析出來 就是因為你在警察限制裡面 那時候消防署的時候 在警察裡面叫消防科 一年的機會大概不到一百萬 署成立以後一年是幾十億 現在是幾百億 好的署長他是 趕快把建立消防的職務宿舍 把裝備更新 然後戶企以前 因為以前就被牽著警察署 結果剛開始王一輝當署長 陳鴻毅當署長 趙剛當署長都做得很好 結果有一個人來了以後 從那天開始我告訴你 就產生今天 所以剛才署裡面 有一個副署長也出來講話 我就一直在講 我曾經到署也罵了好幾次 今天要你消防署做什麼 就是發覺跟消防有相關的 不對的地方不好講 你署裡面就要站出來講 結果署裡面不但不出來講 還幫他們這些去圓融 不對的你沒有講過重點 你另外講完趙剛之後 還有一個提出我沒有講 黃先生你沒有提 那個不行 那個我們等時報周刊來踢爆 然後老師你之前有講過說 交通部有付錢請消防署派人去 到瑞士去受訓 就是專門針對這個隧道滅火來受訓 說去了二十幾個人回來 現在剩不到兩三個人 當時交通部他有撥錢給消防署 那這個過程中間有一小段就說 我不知道是消防署找他要來 還是交通部派了二十幾個去瑞士 因為義大利的隧道火警 然後就去了去受那個隧道火警 那去的時候我只能這樣講 新北市消防隊跟義大利消防隊 都有去了幾個 其實署裡面去了很多長官陪著去 然後那些長官回來就因為 有受過這個訓 未來的升官他很順 因為他受過隧道火警 所以他在關體系 然後累死了我們這些基層的 這個為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他今天到平寧鳥不聖誕的地方 他休假回來要開一段路回來 他沒有加急 沒有加急 對 然後他升官機會也沒有 為什麼 他在那個鳥不聖誕的地方 他沒有什麼救護啊 沒有什麼工獎 他可以升官啊 然後你想想說 那個他怎麼會待那邊 那現在消防局內部的當然是 大家用輪流的 你知道嗎 那我今天就來講 其實交通部你既然要 讓民間委外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給宜蘭消防局 跟新北市消防局雪山隧道 你給他一個條件 你只要住雪山隧道 我就花天原加急給你 就補貼你上下班 讓人家有心說 天高皇帝員 然後我在那邊很安心的 做個三年 學弟來了 我訓練三年 我就可以調到市區 而且他們就可以真正的熟悉嘛 所以我在講嘛 就是說碰到這個問題 我們只要去跟中央 署裡面講 署裡面講 那是他們署裡面自己叫 署裡面護錢叫我們做 我們就做 然後問交通局 問交通部 交通部說 我出錢 你就負責幫我做就好了 然後發生災害的時候 問題來了 我問你 發生災害的時候 現場的指揮官是 行控中心指揮消防隊 還是消防隊指控洗衛中心 好 那麼昨天發生這個事故 李教授很多人都在討論 說當初本來這個速限是70公里 後來變80 後來變90 那現在是不是又要倒回80 還是怎麼樣 你可以告訴我們嗎 好 我想我拿這個手板 來做一些說明 當初雪山在通車的時候 它的設計速限是80 但是因為剛通車 我們必須要有一段適應的時間 所以它訂的速限是70 後來就經過一段時間 就調到80 80已經到達極限 可是因為後來 因為雪水塞車塞得滿嚴重的 在一些壓力的情況下 所以它就把速限調高到90 但調高到90 我當時就持強烈反對的立場 原因就是說 它是基於說要提高雪水的效率 調高我們的速限 但是雪水塞車的問題 最主要是車速不均勻 它基本上有的車開得比較慢 所以在不均勻的車速的情況下 它的效率就不高 所以基本上我們應該要 盡量讓車速能夠均勻 有一些提示的看板 讓它能夠盡量開到 大概75到80之間 又安全 效率又比較高 然後另外就是安全監距了 我們都知道安全監距 是經過我們的設計速限去算出來的 利用我們的駕駛人的反應時間 小車之間必須要保持50公尺 大車的話因為它比較重 然後它煞車距要比較長 所以要保持70公尺 可是這個安全監距 我們要維持是很困難的 我們都開車都知道 因為高工局當然也做了一些努力 它在滅火箱之間是50公尺 然後在地上的標線 一個箭頭之間也是50公尺 幫助我們駕駛人去判斷 你的監距夠不夠 但是雖然判斷至於 你要維持一定的這個監距很難 這個牽涉到車輛的互動 我們都開過血水都知道 要保持安全的監距的駕駛人 其實是只有一定的比例 然後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有些車輛它會變換車道 甚至有超車的行為 其實不可以 理論上完全不行 對 完全不行 我們這一次不幸中的大幸 我們發現有兩個小車跟哥馬安車 它因為要煞車的時候 反應它就左轉到隔壁的車道 運氣比較好的是隔壁的車道並沒有車 如果說轉過去再追撞 那就產生連換車禍 好 而且據了解 今天有一個新聞是講說 夏天的時候最容易暴胎 昨天的事件就是從暴胎開始的 夏天的下午1點到3點最容易暴胎 昨天就是發生在這個時候 夏天要到了怎麼辦 馬上回來